上帝的观念 信仰上帝的真实性或者妥当性 必须基于了解力和心理的成熟 探讨上帝的起源和发展 我们必须回到文明幼稚时期 科学未发展以前的时代 最初的原始人由于恐惧 和赞颂大自然的现象 信仰各式不同的精灵和神使 他们利用自己对精灵和神使的信仰 形成了各式各样自己的宗教 按照他们各别的环境和理解力 不同的人们崇拜不同的神使 而奠定了不同的信仰 上帝观念 人类说 会是非常有关联 然后人类渐渐 吸与神使性别和不同的形式 包括人类所具有的生理和心志特性 神子因而开始有了人性 神会爱 会恨 会妒忌 会惧怕 会骄傲 会羡慕 这些具有人类身心上的其他情绪 从这些神子中 人们慢慢生起一种了解 以为宇宙中 这些现象不是很多 而是另有一个共同的来源 这种了解 就产生了后来的一神论者的思想 在开展过程中 上帝思想 经过了很多社会的心智变化 不同的人们 有不同的认定方式 有些人 就将神理想化为天堂 和地上的国王 他们以为 人可以是神的概念 或者化身 另外有些人 有些人的神的思想 是认为神是抽象的原则 有一些人 将超级存在 提高到最高的天上 同时 你都不会得到好的果报 除非 你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而无神论者就说 没有上帝 然后就肯定了 上帝根本不存在 无神论者 或者不可知论者 他们说 我们不知道 或者我们不能知道 而实证主义者就说 上帝观念 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 因为上帝的观念 根本就不清不楚 如此 就产生了很多不同的信仰 和为上帝命名的观念 还有一些泛神论者 偶像崇拜论者 他们相信神是无形的 相信神是有男神 有女神的 不一而足 即使连一神论者的上帝 也都由于经过很多国家 和人们 而有许多的变化 印度的上帝 不同基督教的上帝 基督教的上帝 也都不同其他宗教信仰的神 如此 无数的宗教都个别存在着 每一个宗教 都跟其他的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结局上 每一个宗教又说 上帝只有一个 任何不一方 不一方 全国 都承拒 跟赏 有 而且 上帝